《星期日》 豆豆 坐 你不着急回家吗 你着啥急呀 想跟你聊会儿天 聊什么呀 聊啥 聊你婆婆呗 豆豆 你看哈 你婆婆这人啊 挺要强的 但其实心里特善良 别看她嘴硬 心软着呢 有的时候吧 我觉得她挺害怕的 害怕 害怕什么呀 老人嘛 害怕自己身体好不起来 害怕将来没着落呗 可我觉得她好像 不是害怕的问题 她是现在 说实话老找我的茬 我这样做她也不满意 那样做她也不满意 所以我在琢磨 你别笑 我觉得我婆婆 吃不到更年期了 啥更年期 你看 那她咋不挑我茬 不挑别人茬 就专挑你茬 那说明她在乎你 豆豆 我跟你这么说吧 你妈要挑你茬 你会跟她记仇吗 你妈要是说你说过了头 打了你几下 你会跟她计较吗 你是不是等事情过了以后 你还是觉得她是为了你好 你这样 你就把你婆婆 当真是你亲妈 你对你亲妈啥样 你对你婆婆就啥样 我告诉你 你要这么出 你跟你婆婆的关系 那没问题了 要真照你说的那倒简单了 怎么可能呢 那婆婆就是婆婆 亲妈就是亲妈 我没那个本事 所以说啊 你要把这不可能 变成可能了 你这媳妇啊 就坐到家了 用咱东北话说 那就是港港的 真拿婆婆当亲妈 必须的 行 一脚牙一跺脚 我就拿我婆婆当亲妈 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我跟你说 今天我必须 我得说您两句 您得听我说 你当初是不是 非跟姚娘阿姨较劲 不让您头非头 妈我跟你说 你儿子现在都大了 我都结婚了 以后我跟您 劝您点什么 您得尊重我意见 是不是妈 对 以后我这事 我类似这类的事 我再来您 听不听我的呀 嗯 真听 那那行 那行 那个妈那个 你这一药吃 也不是太真相 我给你弄点好药 一吃就好 吃不吃 多少钱 那反正特特别贵 嗯 但是没花钱 没花钱您吃不吃 吃 吃 那行 那你有思想准备 好 准备好了哈 吃什么呀 一万块钱一路 十路 您头那钱回来了 回来了吗 不是 你先别着急 您听我告诉您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龙锦吧 是不是 不是警察不给抓了吗 抓了就这两天就判了 这钱呢就是警察 这个就迅速出击 就把这个就 账款就追回来了 我上午到派出所 我就拿这 妈妈你哭什么呀 钱回来了高兴事 应该高兴你的乐 不是 您哭什么 您应该高兴啊这事 妈不是 妈你别哭你别哭 我现在我就问您 我就再问您一会儿 不是 您看着我 您看着我 以后 以后还当老招不是吧 绝对不当了 那行了 这这钱就妈您就晚上 你枕着睡 不是枕着睡就搂着睡也行 行吗妈 妈不哭了啊 以后有什么事 你都得听您儿子的 是不是 我能看您吗 是不是 妈 以后你以后这事啊 您都跟我商量 行 妈妈 以后我跟您说话 好使不好使 好使 行 行 曹妈妈 这是还您的钱 您数一下 破案了 对 破案了 所以我第一时间 就到您这儿来 您很重要 我 我重要 我其他人钱还没还呀 正在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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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还那意思 曹妈妈 我很爱我姐姐 所以我第一时间 就想到您了 对不起 您姐姐知道吗 我还没来得及跟她说呢 这不一着急 就直奔您这儿了吗 不是 这么这 这钱当时我拿给你姐姐 您姐姐就投去了 是不是 现在钱回来了 你交给她 由她转给我比较好 这样吧 曹妈妈 您先代收吧 等回头您跟我姐 说一声就行了 嗯 谢谢您 真的对不起 冯王姐 我 我 我听我姐说了你在这儿帮忙 谢谢 那什么 你跟美丽咋样了 不理我了 你说这换时谁能理你 是啊 冯王姐 我现在突然中了 那你和美丽咤别说了 我一朵委员 你出来 那你和美丽咤我 我们去找你 你去找找你 还服这个人 我去找你 住上 那你也要 proverb 豆豆 潘爸爸 你怎么来了 挺忙的吧 还行不忙 我找你一个事 这个吧 什么事啊 豆豆 你把这个拿着 这不行 这 这我不能拿 我让你拿你我拿上 先给你婆婆送去 人都中风了 了不得的事啊 这就是救命的钱哪 这 这 这钱我不能拿 不行 这不合适 拿着 听我的 好闺女啊 拿着我 我们家有钱 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的 老人心思呀我很清楚 只有钱揣到怀里她才能踏实 你就给她说案子破了 钱追回来了 她不是就安心了吗 那行 潘娃娃 谢谢你 回头准这事过去以后 我跟玉娃一定尽快攒钱 我们一定尽快还给你 来来来 你现在干什么 咱们都是私家人 我就走了 你忙吧 好 装好 好 好 你好 一 二 三 钱回来了 破案了 龙井被抓了 一分钱都不少 你点点 你怎么不高兴啊 高兴啊 你干净就行 对了 妈 我特地给你制定一个康复计划 每天坚持湖北活动两个小时 你不能老丈在家待着不出去 第二个 每天接受按摩两次 早晨起来以后我给你按摩 捏捏这儿捏捏腿 让你舒不舒服啊 然后晚上 用这个 护士长他们跟我说 说这个特好 这是李遥的 然后呢 我要你每天坚持毛笔书法练习 这是我给你安排的节目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家太闷了呀 你怎么啦 妈 没什么 不 不会 我不会 练书法对老年人特别好 等于是气功 我发现好多书法家特长手 妈 我希望你长手 您坚持啊 然后咱们呀从今天开始 一定要合理地吃东西 该吃的吃 不该吃的不吃 你明白吗 你得听我的行不行 现在我就是你的护士长 你干啥啊 你是不是被我感动了吗 嗯 知道我的好了吧 好 我妈 我就知道你一见着钱回来 你准得高兴 你看都高兴得哭了 别哭了 见钱眼开 不是不是 您收好了 收好了 以后我再怎么忽悠您 头子都不透了 不不不不 给 什么呀 冬葱夏草 给大姐的 要不我们一起去看看新梅 可我怕去了 她以为我们在看她笑话呢 我看算了吧 别惹是非了 要不去的话 你的钱人都中风了 我们一点点都不表示表示 好像我们多冷漠似的 我看呢 以后再说吧 要不这样吧 你去吧 我就不去了 省得我们一见面又要吵起来了 我看还是让余薇去吧 我不想让她不高兴 我怎么觉得 你现在还怕她似的 说什么呢 好好好 不说了不说了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我算是明白一个道理了 前妻和后妻啊 永远都是天敌 别天敌不天敌的了 人家都躺在床上呢 有点同情心好不好 没有同情期 我买什么冬冬夏草啊 算了 你呀 改日还是去找豆豆吧 在这个家 我也就能跟豆豆说上话 不是 坐上我问问你们走回事 坐上 这钱 到底怎么回事呢 你都说上 你以为自己多高明啊 你蒙 你蒙你蒙聪明点啊 你这都是看出来了 一当我是 我这人见钱眼开 你把钱都送回来 以为我一沾钱我就要病好了 这不把我想成什么人了呀 豆豆 你先说 那你这十万是怎么回事 去 去 潘伟丽她爸给的 他们家我也赔十万 他们家还有一些家底 所以从银行取出来 让我先赶紧给你送过来 不是担心你身体不好吗 想让你高兴高兴 这钱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是 你说实话 你说呀 你 你这不说我就 你偷的 你偷的 不是偷的 是我爸妈 卖房子的定金 卖房 我爸妈想把家里这套大的 换一套小的 这样就能挪出一点钱来 然后就找了一家中介 让他们看我们要钱要的记忆 就先给了我们十万块钱定金 哎呦 哎呦 不是 哎呦 不是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你的妈 我这事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这好听你 怎么办这事 你真是让我折胜 妈 你千万别这么想 不是的 不是 不是的 不是因为这个事吧 都是因为毛峰 还有我珊瑚 所以就成这样 反正都是我们不好 所以我爸妈觉得 他们责任挺大的 真是他们心里面难受 你这钱你赶紧拿回 你收起来 还给他们快点吧 不 我这钱不能还 你 你听我妈的吧 不是 我爸妈都说了 让我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这钱给你 要不然的话 不是 不 你要不还这钱 我明天我就死了 是吧 还 还 还 妈 妈 我拿走 拿走了 拿走了 还 还了 妈 妈 你看 妈 你别哭 你别哭啊你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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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点拿 收好 我收 我收好 明天早上 妈 妈明儿明儿就还 明天早上就送了 明明儿明儿就还 明儿我就还了去 明儿就还了去 明儿都还了去 妈妈 implementation 你 这这前是溢洪水给的吧 嗯 你说是不是 说呀 说呀 哎鬼这 谁 shouting 你说指 paso呀 是 是啊 妈 你怎么给的 軟轟轟轟手 就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那天吧 我在工作室我正上班呢 完了呢我爸就来了 就拿着这钱 他那个偷偷的 就卖幅画这人给了定金 就是让我给您 姚静不知道 不不不知道 那我爸走的时候 特意跟我说呢 就是说儿子说这钱 你给你 给你妈 就给您 说姚静不知道 瞒着他 原话 不是 我跟你说真的 妈 我爸当时 跟我一说这个时候吧 我 我觉得我觉得我爸心里 还挺挺有您的 你看妈 我爸心里还是有您 是不是 优水还行 等于是他们俩 感情也不太好 要好的话 这服务员哪能说 就把这钱分成这样 这点是 优水对这二手货 还有防备 行 我从我杨说这事 我突然知道 什么叫血缘呀 非得血缘 别的都没用 没错 没错 你也要约好 是拥着血缘 是 所以他钱稍 那这怎么着 这环楼还是 哎 什么呀 你这 你就收着就行了 搁 搁我这 嗯 那行 那搁我这儿嘛 我这人心里都会 不是 这不是怎么了妈 你这又怎么了 你妈 你这表扬表扬逗逗 我还什么表扬她 你没有这么好的媳妇了 有这么一个 是 是吗 是吗 我跟你说呀 哎 一个人就在钱上 不是吗 最能看着我好坏 是 是 是吗 是吗 我 他舍得出钱 这就是对我好 对对对 是吗 啊 那女孩不行 一斩钱完了 没错 没错 那 那 他还不敢出钱 他还处理 你应该捏着个 事儿太有了 您知道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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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您好 就 这就行 表扬表扬 妈 妈 您想先别哭行吗 我 我这就我就表扬道道去 表扬表扬 那我 我表扬你吧 啊 快点表扬你 不是 是不是 大王 嗯 嗯 我得办件事儿 你得支持我 我把我那摄影工的事 给盘出去 为什么 就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你看吧 就是 就是现在这个钱呢 能回来 也不知道何年何月 你说吧 你说我这当儿子的 当女婿 当姐夫的 我总不能占别人看笑话 敢瞪眼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 能把这盘出去呢 能有点钱 然后给大伙一分 好歹心里边都能有安慰 那你这工作室能盘出去多少钱啊 这可不是小数吗 五十万呢 我知道 我知道 这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觉得 二三十万总能有 一家一份 你说不能说因为这么一个事儿 进来以后 大家都没法见面了 这毕竟还是个家 我不答应 那那有什么不能答应的 我这不给你商量了吗 没商量呢 我不答应 好不容易弄个工作室回来 而且这工作室刚刚有起色 你就要把它盘出去 盘出去你以后做什么呀 你都三十好几了 你以后靠什么生活呀 我还记得当初 那天你把工作室盘回来以后 还跟我说从此以后 带我吃香的喝辣的 余总 老板娘都是你说的 这猴年马月才能够当上老板娘啊 不是 我跟你说叨叨 这你就不懂了 你知道吗 这男人发展事业啊 他 他 他是这样 就是 今天大踏步的退后 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向前 对吧 这就好比打拳击 打拳击 就是我怎么着 我这拳能打得有力呢 就我得把这拳我得收回来 然后我一收回来 然后我 太有力 就我把工作室卖出去 我这就 你老公我这收拳呢 等我再一击出去的时候 那就别说吃香的喝辣的了 立马豪宅 没两千万豪宅咱都不住 你别跟我说这些 你这时候我心里没有难受 不 不难受 不 不 我宁愿你骂我两句也好 我知道生活不好 那行 那我我骂你两句行吗 慢了两句 毛豆豆 你就是太跟我喜欢了 我的乌鸟 我就是 害得你要卖工作室 我不愿意有心有束缚 不去卖工作室听见了呀 你还不愿意对自己 我不是 它很不愿意对自己 别想那么多了 买了就买了吧 二十八万 还行啊 算上我爸余洪水十万 三十八万 三十八万五家人分 咱家那十万先不要了 先不要 那就是四家人分三十八万 我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 道儿 我这样算是壮烈牺牲吗 你算用锤不朽 行吗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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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你睡床 我 我睡这样 安详跟你谈谈 你咋说话不算数啊 没有没有 我什么都不干 我就是听你说 你怎么看姐夫把钱给大家的事 他是一个好人 好男人 俺爹俺娘说了 俺遇上的是个好人家 别的人家 为了钱打得头破血流的 可咱家不是 咱家是互相帮助 俺姐也说了 这么多人帮俺 俺公公婆婆 都要把房子卖了来帮俺 这是俺的福气 说句话你别笑话 通过这次经历我才知道 家庭的重要性 以前不懂得珍惜 别跟我离婚好不好 俺啥苦都能吃 可俺就是忍不了 自己丈夫在外面花心 是我不好 真的是我不好 俺就不明白了 你明知道跟龙京在一起对不起 可你为啥还要那么去做呢 俺也不知道该不该原谅你 网上都说 男人有了第一次 就一定会有第二次 你想家里有一个贤惠的 又想外面有个妖艳的 你这样 让俺 咋有个安全感 万一以后你还犯错误 那俺可怎么办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有的时候特别地坚 又想过踏实的日子 又想带点刺激 又想带点刺激 但是现在 我什么刺激都不要了 我只要我的家庭和你 太美丽 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给我一个机会 给我们的未来一个机会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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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对不起 是我错了 你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她的事是有个人 你ів是有个人 你都不怕 你这么快 还要不怕 你也不怕 这在外头这干什么呢 这也危险呀 你也不问问他 哦 那那您什么意思 他是不是搞对象了呀 搞对象了 嗯 我要去今孝今修 或者在明天下午 会在您那里停靠五分钟 如果可以的话 我能见到您吗 五分钟 谁要见你啊 我们的很多记忆 都是跟火车有关的 不见 干嘛 是杨一帆吧 什么杨一帆 还蛮哪 你就装吧 都一家人了 还蛮得挺严实的呢 凭什么这么说我 是啊 你说凭什么这么说我 凭什么这么说我妹妹 怎么不说别人 就说杨一帆呢 对呀 是因为啊 咱一到这儿 就把你给找找了 而且吧 这么干净 这说明什么问题 肯定有人天天来打扫 天天打扫 这个人是谁呢 是谁呢 是 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网 给一帆打电话 我是不想让一帆知道 我跟妈搬出来做的事 你说好不容易的 当咱们是一家人 我也不能背后拆台了 一家人 你跟谁一家人呢 你跟杨一帆一家人呢 什么都别说了 别解释 哥全明白 我认为 现在的于昊同志 谈恋爱了 你跟杨一帆谈恋爱了 但是 哥认为你谈恋爱的于昊 你 可不正常 这是什么是很正常的 是很正常的 他 什么很正常的 他是想说 他说谈恋爱好 是说谈恋爱漂亮 是说谈恋爱的女人会发光 比灯泡儿了 哥 不许笑话我 不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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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一帆说 妈同意把杨叔叔的骨灰 和一帆妈妈的葬在一起了 我这么告诉她 就是不想让她有后顾之忧 想让她安心在部队工作 懂得体贴了 好伟大 看来军工账上有余好的一半咯 月亮快圆了 十五的月亮 说吧 说吧 听听听 你说 那妈要是知道了 她会怎么想呀 妈到现在还恨杨叔叔 半夜说梦话 都在骂杨叔叔里良心 她要是知道的话 她不把我赶出去啊 你嫁了人也得离开嫁啊 对对 这 这鱼昊说的倒是个问题 你说 这个问题很好解语 这样吧 鱼昊 你要是信任我的话 这事儿 我帮你去跟妈说 你嫂子全力帮你办 真的 你嫂子为你 赴汤倒火万死不辞 对于她来说 生命不息 出发不出 是 反正我就一定帮你把这事儿 给说通了 说通了 你说吧 这杨亦凡也真是的 她老是死气败烈地追我 我不跟她 我要是你 我就死气败烈地嫁给她 不对 宇豪你死气败烈追杨亦凡吧 你 宇豪 还记不记得上下子 一凡咱们四个 就在这条路上还唱歌 有真是这儿 忘了 还忘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宇豪 加把劲 劫了就劫了怕什么呢 说得挺容易啊 告诉你 听歌的 勇往直前冲上去 绝不能放手 明白哥这意思吧 那 哥我是这么想 你说我要是 嫁给杨亦凡的话 我不带随军到部队啊 那我到部队的话 我就没看见分啊 你说我去那么远的地方 我还真怕我吃不了那种苦 宇豪啊 我跟你说啊 爱情这个东西 不能够沾前过后 知道吗 想明白了想好了你爱她 你就去主动地喜欢她 对 追求她 对 你看当时我追你嫂子 我勇往直前这波趴把你嫂子给去 少说两句 我事实如此 你不去答我说 就你得明白哥哥这意思 知道了 那 我是明白你的意思 可是你说我又不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了 我现在这么大岁数 你再说了我又是二家 万一万一我要再嫁不好的话 我可倒霉了 好 宇豪 我觉得你这观点不对 你爱她吗 爱你就跟她结婚 不爱你就不结 多简单的事啊 我可告诉你 幸福是自己争取的 没人能给你 宇豪 哥就你这么一个亲妹妹 哥站在你终身幸福的角度上替你一想 好男人一旦错过 找不回来了 我跟你嫂子一致认为 杨依凡同志是个好男人 真的呀 所以小同志 该努力努力 该加油加油 直接咱就冲上前去 就算倒回来 咱倒追杨依凡 咱也合算 就你们一样 我知道 行 我下班前会交给他们 放心吧 再见 哥哥 你可不心情好点了吗 好多了 我跟他们都打手招呼了 最近为了照顾你 就不安排你本班了 谢谢啊 护士长 给你们添麻烦了 你要多注意身体 我跟你说呀 这重婚这病了 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好得了的 你要做好长期准备 如果你家里谁再忙得过来 你可以休假 放心 我理解你 不瞒你说护士长 我现在请了个终点工 就是我弟媳妇的姐姐 来帮我们家做事 可说实话吧 你说她做得再好 我婆婆念的是她的好 她不念我的好 所以我想长久下去 还是很多事情 我想自己去做 而且我想正好借这个机会 改善一下我跟我婆婆之间的关系 没错 豆豆 我跟你说呀 这婆婆和自己妈妈 还是不能比 你想想 你自己妈妈 你做得再不好的话 她也不会说什么 可是婆婆呢 你只要做得有一点点不好 她就会记在心里 你即使请了终点工啊 该你做的 你还是要自己做 这样的话呢 你婆婆才会觉得 你对她是真的好 忙到了 我有人找你 那我先 下班那你就先走吧 好 你要是想休假的话 就提前打个招呼给我 行 好 多注意身体啊 好 您慢点啊 若秋 逗逗 你 你 你找我 我们俩是专门来告诉你 我们要结婚了 逗逗 我 我 我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你不会介意吧 没有 没有想哪儿去了 挺好 挺 挺高兴 什么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最近 逗逗 我知道你们俩 以前谈过 真得谢谢你 若秋是个好男人 我也不希望被别的女孩抢走 谢谢你让我认识她 她真的对我很好 挺好啊 终于如愿以偿了 是吧 白雪一直想找一个大款 我没那个意思啊 就是 旅游出去不错 有三辆车 你这下高兴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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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很很突然 多多 我觉得你说得对 宁可要身体上受苦 也不能感情上受苦 真的谢谢你 让我找到这么好一个男人 这是你们的缘分 跟我跟我没关系 多多 我们俩的婚礼女 一定要来参加 不来的话 我们不会幸福的 好 我 来 来 来 这样 白雪 让我跟逗逗说几句话 好 好 你们聊 不要 白雪 不要 谢谢 逗逗 最后 停 再来 这 坐 我 去吧 去吧 我去吧 真是把我气死了 真的 我当时看见 白雪跟李若秋在一块儿 我 我脑袋都是嗡的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知道吗 我们俩一块上的互销 这么多年 我所有的事情都跟她说 是我最最最最铁的姐 闺蜜 知己 现在居然跟李若秋好了 你说我 你为什么把这事告诉我呀 你为什么把这事告诉我呀 我都不告诉你告诉谁啊 我是拿你当我真心朋友的 再说了 你都告诉我 你跟杨亦凡的事情了 那我有事 我当然得告诉你了 人家为什么不能这样啊 人家为什么不能好 她是我好朋友 你好朋友怎么了 女未嫁男未婚的 为什么不能好呢 可是你跟谁结都行 你跟谁好的 你跟我以前的男朋友 她又不是不知道 这你觉得合适吗 你以前男朋友怎么了 你以前男朋友怎么了 照你这么说 那我还结过一次婚呢 就不能再见了 余昊这是两码事 那怎么两码事嘛 这你说大街上 你说大街上你跟谁 你嫉妒我嫉妒 我嫉妒白雪 别逗了我嫉妒她 我有空呢我 我现在嫁给余卫 我嫁给你哥 我过着我的幸福生活 我嫉妒她去 你可嫉妒你干吗那么激动啊 谁激动了 谁激动了 你不激动你干吗 喝这么多水啊 我给服务员都要了多少杯 我渴 我渴 好好好 我不逗你了 不过话也说回来了 你说这白雪也真是的 这事做得实在是挺过分的 你说她还背着你去干这事 那干吗呢 她完全可以光明正大的 让你给她做个媒人 要这么做 我以后她都没想要怎么见你啊 就是 你至少给我打个电话 你说你想跟李若秋好 你至少客气地问我一下 你介不介意 那我我肯定没话说 我说那行 我说不定还会主动介绍给她 哪怕就是你俩好了以后 你给我打一电话 你说那个 逗逗不好意思我 我跟李若秋好了 我真的都不会说什么 至少我觉得我应该有个知情权吧 好了 现在这神不知鬼不觉的就好了 你说这 这现在的女孩子我真是服了 这速度太快了